Hello大家好,我是龙2,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我手中这台魅族刚刚发布不久的新机 魅族16T 实话说魅族这两年推新节奏已经是大幅度的放缓 8月份发布的魅族16S Pro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以及不错的性价比收获了一大波的关注 其实这台魅族16T已经传言了很久了 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类似于黑鲨红魔的游戏手机 但最终魅族把它定义为大屏娱乐旗舰 同时在外观设计上也比较保守 没有走游戏手机那样非常极端的设计风格 那这样一款手机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魅族16T的外包装设计在延续魅族一贯风格的同时 加入了一些更为时尚的元素 看上去更加的年轻 盒子里还是魅族常规单的几样东西 手机 充电器 数据线 说明书和卡针 魅族不送手机壳和原厂膜的问题我一直都无法理解 不值几个钱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可以明显提升开箱幸福感的 有点遗憾 希望魅族在后续的期限中可以考虑一下 来看手机 魅族16T的正面采用的是一块6.5英寸的极边全面屏 同样的设计 魅族已经用了很多款机型了 包括之前的魅族16S Pro 魅族16S以及魅族16XS等等 但不得不说 这样的设计在面对刘海水滴等异形屏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讨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块Super AMOLED屏幕是魅族从三星那里定制的 据说光定制费就是300万美元 屏幕分辨率为2232x1080 最高亮度可以达到600尼特 强光下使用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然这块屏幕也确实是获得了德国莱因TUV的眼部舒适认证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表现很不错 手机底部可以看到魅族16T保留了3.5毫米耳机接口 同时还设计有USB Type-C接口 麦克风以及扬声器 当然了魅族16T在顶部听筒处还隐藏了一枚扬声器 也就是说魅族16T是采用了双扬声器的设计 只要我们在打游戏看片的时候可以实现立体声的效果 这一点一定是值得点赞的 我们手中这台是金月蓝配色 手机眨一眼看过去会给人一种黑灰色的感觉 但反着光你就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金月蓝纹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魅族16T的中框不是金属背板 也不是玻璃 当然也正因如此 魅族16T作为一款6.5英寸的手机 整机重量是很好的控制在了183克 拿在手里的手感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魅族16T定位于一款大屏娱乐旗舰 大屏不用说 6.5英寸已经足够满足绝大多数人对于大屏的追求 至于娱乐和旗舰这肯定是需要一定的硬件配置作为支撑 魅族16T在性能方面搭载了高通骁龙85移动平台 没有plus但从以往一大票的85机型的使用反馈上来看 这枚处理器在性能方面的表现其实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另外魅族16T还有一项比较核心的参数 那就是其全系都使用了UFS 3.0的闪存 搭配6GB起步的运存整体的硬件一个词总结那就是稳妥 安卓半曲中连续读取速度也是达到了1455.21兆币每秒 相比普通的UFS 2.1提升确实非常明显 而在安兔兔的跑分数据中也可以看到 魅族16T综合是跑出了437258分 其中CPU部分得分134592 GPU部分则是得到了163698 GIG半曲4单核3533多核10341 应付日常绝大多数的大众型游戏和软件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配合帧率记录软件我们也测试了一把王者荣耀 可以明显能看到魅族16T的平均帧率是可以维持在59帧 平均波动则是控制在了0.99帧 对于一款定价1999元的手机来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得益于双立体声扬声器以及线性马达的加持 再配合183克的机身重量和6.5英寸的大屏 魅族16T的游戏体验在同级别的手机中真的可以用出色来形容 当然大屏双扬声器看片也绝对是美滋滋啊 虽然不是一款主打拍照的手机 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我们同样希望魅族16T有这较为优秀的拍照体验 可以看到在硬件参数上 魅族16T后置的是一组纵向排列的三摄 三枚镜头分别是1200万像素的主摄 500万像素的附摄 以及一枚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主摄采用的是来自索尼MX362传感器 这是在MX586没有出来之前被各场旗舰吹爆的一款CMOS 当然实际表现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来看一组样张 从实际样张的表现也可以看到 魅族16T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画面通透白平衡准确 同时色彩也非常的讨好眼球 近距离拍摄时 样张中画面主体突出 背景虚化也相对比较到位 而在最容易翻车的夜景环节 魅族16T的表现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样张整体亮度适中画面细节丰富高光处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过曝 所以整体来说在2000元这个价位档 魅族16T的表现还是值得肯定的 续航我们习惯性的放在最后来说 魅族16T这一次在8.3毫米厚的机身中 塞入了一枚4500环式大电池 实话说还挺让我们惊喜的 经过Vager的5小时续航测试最终还能剩余66% 其中30分钟的王者荣耀供给耗电7% 30分钟的在线视频则是消耗了3% 粗略换算一下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魅族16T差不多可以提供7个小时的游戏时间 以及近17个小时的看片体验 确实还是非常不错 另外在快充方面 魅族16T虽然没有像友商那样干到340瓦 但还是标配了一枚18瓦的M-Charge快充头 经过实测30分钟可丛林 充滞36% 充满整块电池 共计耗时119分钟 表现中规中矩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基本还是完全够用了 魅族一直被大家称之为一家小而美的手机厂商 一方面相比目前国内其他手机品牌来说 魅族确实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厂 但魅族一直坚持的设计美学 却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认同 甚至被友商所借鉴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纵来魅族此前发布的所有机型 真正谈得上是大屏旗舰的 你别说还真不多 小而美也确实是小 不过最新推出的这款魅族16T 魅族是下了功夫 想要打造一款被消费者接受的大屏旗舰 从实际的体验来看 魅族16T也确实是没有让我们失望 1999元的起收价格 也确实可以用真相来形容 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我的说法 好了 感谢大家耐心的看到最后 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评论分享支持一下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微角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感谢大家